嘿,歡迎收看Tageloo,我是凱文 是的,現在就跟著我們鏡頭出外景了 這次我們到了紅機AX的全系列一機顯示器的新產品體驗會發表會的現場 這次裡面總共有四大主題不同功能的顯示器的展示 跟著我們鏡頭我們繼續看看吧,Let's go! 好了,現在我們在AX的紅機新品發表會的現場 我們看到這個會場有很多新品的展出 然後我們高興請到紅機的林詠益資深產品經理來為我們介紹一下這次紅機的新產品 你好 你好 我們現在站到這一區其實是我們這次發表的四個主題裡面其中一個觸控的類別 那紅機在這個觸控的類別裡面是非常集權的 那包括我們比較美形的系列現在Model旁邊站的這一個 它像除了是27吋之外 它還是唯一市場上有QHD畫質的十點觸控的機種 那像我後面的這個類別裡面其實它是唯一十點觸控裡面破萬元的機種 所以我們知道Windows認證它因為要十點所以它把整個觸控的單價都提高了 那這個產品的發表其實是市場上唯一一萬塊以下十點觸控 可以使用Windows 8、Windows 8.1的機種 各位好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區是我們四個主題裡面的Smart這個類別 那它又是Enjoy的All-in-One這些類別 就是在我們的觸控螢幕裡面還有一個Enjoy的作業系統 那紅機在這個類別裡面我們除了21.5吋之外我們還有24吋的機種 那另外我們也有裡面有內袋電池的還有27吋的機種在這個裡面 那在商用的在Enjoy的All-in-One這個類別裡面是今年度新出來的產品 那我們的產品的豐富性也是很夠 那也是不管是Fu HD的機種或者是說我們也有QHD的機種 都會是在今年度會跟大家見面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區是紅機這個四個類別裡面的專業的這一區 那專業的這一區裡面最主要是強調它是高畫質 我們是QHD 管是IPS還是VAA在這個類別裡面都有 甚至QHD的觸控這個類別裡面也在我們在這個高階系的這個專業區裡面 那在專業這個領域裡面紅機比較強調它 那例如說它是環保或是說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全部都是非鏡面材質 那因為專業的這些工作人員它會比較長時間在螢幕上面 所以它這樣子螢幕比較比較酸 然後還有我們所有使用的像包材啦 或是在產品塑料的材質都是環保的材質 我們特別強調在這一塊裡面 那像我們後面看到的這一台是29吋新的這個類別 這尺寸其實很特別因為它其實如果說你水平這樣子擺 它是三張A式紙的大小 那適合做編輯 那如果說你在家裡面看影片這種場面 這個尺寸是很特殊的 它又是我們一般電影院螢幕的尺寸 所以今年度開始有很多奇奇怪怪類別的產品出來 那像我們有遇到一些電頭展示的人員 他也很習慣他會把它擺成這樣子很垂直的這種角度 所以在這一區裡面我們主要強調說 有29吋這樣子的類別還有旁邊這個27吋 在QHD裡面最便宜的幾種 我們現在在的這一區是 就是紅機屬於美型的螢幕類別這一區 那紅機在這一個市場上面雖然 比較沒有在做廣告或者是在做一些行銷上面 但是其實我們有很多系列是有得獎 像我們背後的這一台是S6系列 它也得到RF的設計大獎 跟COMMUTES產品的美型獎 那像我們也有白色系列 跟我們也有其他窄邊框的系列 那這一台比較特殊我要講的是說 它除了這樣子無邊框的設計 然後不對稱的系列之外 我們在它的機種你也可以搭配 因為我們有經過Miracus的協會認證的一個Wi-Fi的檔工 那所以你可以在 在家裡透過這個無線的方式 可以傳輸給你的螢幕上面來 像我現在手上拿這個螢幕 透過無線方式傳輸 你就可以在螢幕電腦上面播放 那例如說我們現在來看個照片 那它都可以無線做 做播放 那或者是說像你現在要看個影片 也都可以很及時 也非常順暢 好 謝謝 好 謝謝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在 ASM宏基全系列顯示器 新品發表會的現場介紹囉 好啦 剛剛我們有看到 總共有四大不同的主題 有看到是從這個入門款 甚至到美型款 剛剛有看到Android的這個AIO 還有這個專業級的幾種都有喔 相信應該可以滿足各種不同使用者的需求的啦 好啦 那大家如果喜歡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大家多多的分享我們 還有在下方留言 以及我們的影片下方 可以接到我們的Facebook GoGo Plus 還有菜咕路網站 請記得喔 一定要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凱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